惠南大师进行了 行是什么样子 他第一句就告诉我们 何其自信 本自勤尽 就是自信勤尘 本来就是这样的 永远是这样的 从来也没有受染污过 那染污是什么 染污是你自己的幻想 不是真的被染污了 真的没有染污 自己想到染污了 那一大堆的念头 那是染污 放下念头 恢复清洁 所以一定要晓得 忘心是假心 不是真的 一念不绝 从真心 伸出一个往心 叫阿赖 那如果是真的染污了 你还能洗得干净 不可能的 你的心被染污了 这句话不是真话 也不是假话 你要会听 你放下妄念 清洁一心 就先去 放下浮躁 平等心 就先去 什么叫功夫 功夫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能放得下 那每天 能吃得饱 穿得暖 就够了 不要把明天 事情放在心上 不要把明年 事情放在心上 他还没到啊 佛格我们讲 四十真相 没有三十 也没有十方 变法界 修空界 是一体 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 是从这渗出来的 真诚的爱心 那我们 所有境界 都是自己念头 产生 自己对自己 负责 夜应果报 自作自受 没有任何一个人 主宰 是你自己 主宰自己 警觉到底搞通啊 它的好处是什么 帮助你放下 你为什么放不下 把这些虚妄 当作真实 这叫谜 这叫祸 迷惑 统统搞清楚 搞明白 不谜了 不谜下 这全是假的 提 是真空 不可得 像 是生灭 也不可得 提根 像 都不可以得 都不要去想 就对了 那个想 统统是妄想 真心 理念 没有念头 齐心动念 就是阿雷 叫什么是阿雷 什么叫谜 齐心动念是谜 齐心动念叫根本无名 六道从这儿来的 摄法界也从这儿来的 所以你还是不谜了 不谜是没有念头 摄法界跟六道 全没有了 它是谜里头产生的幻想 那佛教给我们 把一切境界 看作 梦中 佛斯 梦幻泡影 那这个梦幻泡影 就是比喻释法界 包括六道 六道是一场悟梦 四圣法界是一个美梦 看 都是梦 六道轮回里头 只有苦 没有落 只是苦落多少 三善道 落多苦少 三善道 苦多落少 如此而已 自性里头 没有苦落 因为它一念不是 有念就是无名 没有念 无名就破了 无名也不是真的 那 自先 请 无名 感谢观看